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的尺寸可以捧在手上 就是那种跟你的关系很亲近的那种感觉 后面有一点它的故事 有点像散文 又有点像诗的形式 把这个故事全识出来 那希望你翻这些书的时候 后面有一些你自己可以书写的部分 就是说我的画已经画完了 现在该你画 所以是由你来画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构成 看完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撕下来 然后表起来 或者是你就把它当成 你要寄给朋友的卡片也可以 然后这本书呢 因为我有去印刷厂看 真的是手工打造 非常的精致 我自己是很喜欢 可以陪伴着生活的一种 增加色彩增加趣味的 还有增加一些灵感的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